三峡大坝开启九孔泄洪 重庆湖北多地遭遇暴雨和持续泄洪影响 一片汪洋 7月14日陆媒吉姆新闻报道 当日19时三峡水库水位166.25米 出库流量为43,600立方米每秒 已开启九孔泄洪 据悉预计15日三峡水库将再迎来一次洪水过程 三峡水库今年7月10日首次开闸泄洪 于当日14时18时各开启一个泄洪孔 7月11日开启三孔 7月12日开启四孔 7月13日开启六孔 7月14日截至20时已开启九孔泄洪 三峡下游的湖北省 襄阳 宜昌 丹江口 武汉等多个城市遭受水淹 14日襄阳境内洪水深度超乎想象 市民撑水深处已经到二楼了 目前还在上涨中 你看西都上鹅鹿了 我的妈呀 爬进了 西都上鹅鹿了 西上鹅鹿了 西上鹅鹿了 你看 好怕呀 你看这个车都看了 你看那个车上鹅鹿 你看这个车 我看个头顶 你看 你看一路都延完了 陆媒称 湖北京门京山市水位上涨多地出现内涝 有的街道乘河 车辆 门店被淹 视频画面显示 有的住宅受灾严重 一楼被淹 有老人被困水中 水位最深时 大约有一米五深 差不多其成年人的胸部 回家全客游 你听啊 院神啊 你看看 水又好大 不夸张吧 当地灾民表示 湖北襄阳地区遭遇了历史性洪灾 包括老河口市 及其农村地区在内 有的鱼塘的鱼泉跑了 有的车及财产造了殃 部分农村水泥公路道路被冲毁 一些养殖场也造了殃 这是四十多年以来 第一次听说这么大的洪水 湖北丹江口市桓城路东风家园 居民发视频表示 小区里面的水快上二楼了 我在一楼 快来救救我 有网民表示 可怜呢 我们外地到襄阳来旅游 下了火车 都是水汪汪一片了 不知道怎么走 湖北隋州符合镇 遭暴雨洪水袭击 一辆轿车被冲走 车内人员多人失联 嗯 不管 灌到一目一目 到大腿这里了 水 报道称 14日13市的全国降水石矿排行榜中 前十名有三个为湖北气象观测站 湖北来凤 丹江口分别位于全国洪水石矿榜第一 第二 湖北襄阳发出极端暴雨警告 多地道路成泽果 网友表示 这是我们湖北襄阳以来下的最大一次的雨 一夜之间 整个湖北都淹成这样子 襄阳市区基本上全部沦陷了 刚刚坐高铁 在襄阳东下的高铁 公交车还没到襄阳站就停了全部下车 到处是积水 下了公交车都打不到网约车了 坐地是6.7公里 花了100元绕道才到目的地 今天 丹江和襄阳一样都被淹了 丹江12小时降水量超过260毫米 现在的位置是摇沟路 摇沟路啊 你们看看摇沟路 现在好大的水啊 这里也不能走了 网民表示湖北丹江口今天大幅刷新了在1975年暴雨期间创下的日降雨记录 许多地方遭遇严重内浪 网友称湖北实验突如其来的暴雨洪水 农民玉米顺的躺 路面下水井盖被冲走 公路积水起腰 车子 房子淹得不可估量 预计未来一周还有大雨到暴雨 几十年未遇的灾害 湖北一女子暴雨天打到无人驾驶出租车 因为雨势太大 无人驾驶出租车在路边停靠 结果女子在车内根本没法开门 被困一个小时才出去 有湖北灾民表示一个不眠之夜 洪水上涨 已接到通知随时搬家 受三峡大坝泄洪和暴雨影响 四川内江正遭受洪水侵袭 有网民发求救视频称 视频字幕显示 四川内江有四个乡镇村全部被淹 网络中断 急需救援 情况十分危险 已经十多个小时了 刚愿意兄弟发出求救信号 西内江附近的朋友们前去救援 7月14日 四川内江田家镇受灾严重 镇内出现严重内劳 大量民房被淹 民众被困 厂镇及主街一楼门面全部被淹 洪水来势凶猛 视频显示一小区居民楼一楼被淹 老两口破防盗窗爬外墙逃生 邻居用救生生将他们拉到楼上 网民表示 我的老家田家镇如今已经变成了汪洋大海 田家所有的店铺都被淹了 我的家人朋友同事都被困在了家中 那将田家镇基本上整个街上被全军覆没 那将是田家镇洪水泛滥成灾 日前四川重庆 达州八中等地出现洪涝灾害 其中重庆和达州部分城区 徐县 宣汉等沿河很多的一楼门市被淹 农田被摧毁 损失惨重 灾区民众披露 水电站泄洪造成洪灾 近日 三峡大坝持续加大泄洪量 洪峰所到之处 城市农村灾情严重 视频显示 那将田家镇被洪水淹没 一片汪洋 据那将应急局消息 四川内将11482人受灾 农户大鹏被淹 农作物受灾229.85公顷 颗粒无收 视频显示 7月13日 那将市东兴区顺河镇 突遭洪水袭击 一百发老农不顾危险 赤身下水 抢摘玉米 全部一片汪洋 这些农民种的固质 包括全部安完